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12 9092 7166 7377 听到这把这么熟悉的声音 跟着说出我们节目的名字 就可以立刻获得 完美店赞助送出的一杯冰镇冻奶茶 快点打电话来啦 Delicious Food Corner 外卖二线电话 626 766 7377 DFC to go 去到哪里送到哪里 大家好 我是TimNam 如果大家对红蓝卡、Medicare有任何疑问 欢迎你打电话来 626 379 1167 626 379 1167 Miss Ho 回客室 大家好 Miss Ho 回客室的时间 我今天很高兴请到Mary做我的嘉宾 Mary在八百多年在香港移民过来的 今次我会访问她呢 就是关于疫情之下坐飞机的 首先我要多谢Mary 你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Mary 不如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Hello 大家好 Miss Mo 大家好 听到我说话吗 其实我们很远 我在香港 我在香港酒店隔离中 大家好 你现在在香港哪一间酒店 我现在在旺角遗境 遗境就是属于香港政府的隔离酒店 指定隔离酒店之一 Mary 你是八多年过来的? 八多年移民过来的? 我是香港出生 土生土长香港人 我是83年全家移民美国的 我一直都住在洛杉矶 即是六四之前你都过来的 你家很有先见之明 很有先见之明 即是否因为九七问题 所以就 也不是的 我想是 那时候是九七问题 其实当时八十年初 也有很多人移民 就是当时香港的一个风气 我想我家人 就是因为那种大气候 影响到家人的移民 当时我常常去送机 我记得 有些人移民到 美国、加拿大、欧洲、英国 很多地方都有 差不多基本上八十年代初期 差不多第一批移民潮涌过去欧美国家 澳洲、英国、美国、加拿大 这四个国家 是啊 很多 其实当时很年轻 你会不会很不舍得 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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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香港土生土长 那 小孩子那时候 其实 我想我自己不是那种 是 好 很会想想 future 那些东西 那家里说移民 那就移民 不好意思 现在有 家里说移民 那就移民 那时候 那时候自己也十几岁 那时候读中学 就会觉得 都没所谓的 那去外国看看 我自己盼住那种心态 去外国看看 那始终香港也是一个少点的地方 少点的城市 可以的 那你来到 那你来到 这一个 那多年 那你就 就好像 没多久 你就结婚了 有两个小朋友 是吗 还没 来到那时候 一般来说移民 我们是一个普通家庭 就出来 读大学 那我自己是 在L.A.读大学 即是毕业 那我自己本身 读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那 那跟着就做事 做事 跟着才慢慢结婚 有小童子 那样 那 那现在说了几十年了 那真的是 正常步 你中途又回了香港几年 那为什么你会 中途又回香港几年 带上两个小朋友 是吗 是啊 那我自己 就 离开了 自己的 Business 那时候 因为其实都是一些 经济上的气候 那我自己本身 以前是 做两个 Business 一个就是做 Mortgage 就是房屋贷款 地产方面有关系的 另外一边 我自己是开中国餐馆的 我开了大大惠惠 开了十五年中国餐馆 那时候可能 08年那个金融危机 影响到 我觉得气候有点影响 可能 想换个环境 我是很喜欢换个环境 那种人来的 那带了两个小孩 就回到香港 就定居了四年 就在香港 那你两个小孩都在那里 那后面就 就说 你会否适应到 在香港的中文有没有影响呢 这样回去读书 初初真的有困难的 初初是有点困难 因为他们两个平时 接触中文我有 我一直都有跟他们 接触中文 但是他们都不是很流利的 那些中文 他们在香港那时候 读 International School 就有中文堂 但是环境 始终都是一个 中国人一点的社会 其实香港还可以的 香港有中西 每一样东西 你乘地铁也好 找街牌也好 找街牌也好 全部有中文和英文 他们都不是很难 只不过就是 香港走的地方很多 所以你坐什么 你都会有机会走 这样都可以的 小孩很容易释认的 我觉得他们可以 教学制度是自由的 那回到香港 就很填鸭 那应该很辛苦 会不会呢 是啊 有点辛苦 真的 教育方面是有点辛苦 因为他们两个都算好 在读 International School 但是 好像那时候 我回去那时候 我小时候的儿子 在读小学三年班 他们以前在L.A.读书 那些 他说我一天的功课 就是L.A.的一个星期功课 那他们真的 那他们真的 他说 为什么有这么多功课 那他们又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我也是在香港读书的 在香港长大 那我们有个手冊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那手冊 就写下 英文 数学 很多很多功课 他一天的功课 明天要交 那就是L.A.一个星期的功课 都没有那么多 是啊 这件事是要改善 还有中文 我最记得 这个很有趣 我们每个星期有一堂中文默书 我以前小时候 每一个星期 有一个中文默书 有一个英文默书 是啊 因为很有趣 英文书 对我儿子来说 真的没有难度 但是中文默书 慘了妈妈 下个星期三中文默书 那他星期四 就会将读书给你 那就默了 每一天帮他默 真的默到哭 默了三天 记得那个字 然后第四天就不记得 他说原来中文那么难学 很难说 因为他们出生 就少接触中文 就算你在这里 读中文学 就像我儿子那样 我让他读了 六至七年的国语 你问他 现在进了大学 他要收回中文 他可以说 讲和听是OK的 你要写 我儿子的中文名 都已经很简单 但是他都要想回头 就是那些笔画 程序 就是那个次序 是很难的 因为中文字的笔画 就不像英文那么容易 所以如果在这儿 带那些小朋友 回流回香港 写中文是相当困难 所以我都很服你 那两个小朋友 可以在那儿 挨了个四年 可以这么说 不过可能就读过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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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不可以说 一定有人正常 不要说他 我自己本身也是 那 环境不同 我自己都在 在美国 LLA这个地方 生活了几十年 回到香港 我自己都会有一种改变 但是 有得有失 可能你会 走多些路 你不会 我又没有开车 那你可能有时候 买了些东西 你就会拿着 拿个环保袋 香港在美国 就很简单 那你就推了 shopping cart 扔了些东西 上个车 那有时候 那些东西会改变 生活的环境 过了 现在都很大大话话 过了几年之后 他们又回到美国 读书 读大学 他们又觉得 当时在香港的生活 是给他们人生 增加了很多 很多不同的认识 那 学了很多东西 见了很多东西 是一个 不错的 不错的经历 我觉得 读万计书 不如行万计路 在香港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磨练 因为各种东西都要快 那你变成了很多东西 各种东西 就没那么自在 因为不是每个人 有私家车 你各种东西 都要买菜 又要自己拿 走 现在是美国的兽子 不用的 老实说 旁边的街 都要开车 那他们就没有 所以就更肥 其实都是好的 因为起码 基本上 他在香港那四年 他的中文应该改进了很多 对吗 起码会听 会说 会吃 听 听 每个人都不同 他们听应该没问题 讲 我小的儿子 比我大的儿子聰明很多 因为他从小 会跟我看 香港的电视节目 我学了很多东西 差很远 看 是啊 真的很重要 看方面 字 其实都不记得 因为中文是一个非常难学的语言 这个语文 你平时少看就真的不行 试过那时候 在香港住的时候 我是努力到可以 用中文和他WhatsApp 我儿子可以识服我的 用中文字 但是现在不记得了 现在 因为没有用了 在美国的环境里面 他们没有机会用 我觉得是好的 其实 我是不介意的 如果有可能的话 换一个环境 所以现在很多小朋友 或者是大学也好 他们会很喜欢去做交流生 去不同的文化 去住一年半再 或者学一下东西 其实很好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他们两个都很感谢我 那时候带来回香港 学了很多东西 真的学了很多东西 真的学了很多东西 有另一方面的语言流畅 对你将来找东西做 都会好些 就是多一个机会 去找到 对啊 就好像我们现在是bilingual bilingual trilingual 国语、广东话、英文 其实呢 我就知道你去年 在疫情之前 你就去完欧洲回来的 那你就有一个很难忘的经历 那我就留下集来访问你 那我就先问到你一边 那你等一会 那大家就密切留意 下一集呢 Mary呢 是怎样在疫情一日之内 在欧洲回来 美国 Miss Ho回客室 大家好 我是TeamNam 如果大家对红蓝卡 Medicare有任何疑问 欢迎你打电话来 626-379-1167 626-379-1167 626-379-1167 三到五 即使说买50万屋 最少是万元的头款 买80万屋 最少也是四万元的头款 就够了 所以头款不多 不要紧要 最紧要是预先做一个 免费的 那就可以安心去看屋了 大家还有任何疑问 欢迎直接跟我联络 我是街信财务贷款的 Steven萧文龙 626-712-9092 712-9092 本节目是由完美店Montree Park总店 乘机表分店得约赞助 记住是暂时的 我们欢迎你的加入 你好完美店外卖服务平台 请问你今天想吃吗 完美店开设了外卖服务平台 每日准时为大家接听外卖电话 只要你拨打外卖热线号码 626-766-7377 听到这把这么熟悉的声音 跟着说出我们节目的名字 就可以马上获得 完美店赞助 送出的一杯冰镇冻奶茶 快点打电话来啦 Delicious Food Corner 外卖热线电话 626-766-7377 DFC to go 去到哪里送到哪里